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木桃爪的鱼 木鸭,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体验服又更新了两种新玩法 而且其中的一个新玩法 你们绝对不默色,就是这个 一边站场,给你们看一下它的玩法介绍 有没有想到很早之前的暗夜危机模式 嘿嘿,不能说一模一样 只能说差不多,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 这个模式一共有16名玩家 分成4个队伍,每个队伍4个人 一开始呢,4个人一起传关 物质什么的要自己捡 宝箱里会有,地上会刷新,打怪也会凋落 看到这些怪物,有没有很熟悉 就是之前暗夜危机模式看到的 我们的任务就是,朝着安全区前景的同时 不断淘汰沿路的怪物 总共有三个关卡 每到达一个关卡,就会出现一道门 打开这道门,就会进入下一个关卡 打开第二道门之后,就会进入最后一关 这时候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怪物 同时还有另外三个队的玩家 击败他们之后就会获得胜利 这就是基本的玩法 你们先别走,我还有东西要说 这个模式听上去很简单 但是玩起来却有很多的技巧 听我慢慢到来 首先进入游戏之后 对于枪械的选择 一开始只会给你手枪 冲锋枪 现弹枪 手枪就不说了 首先现弹枪一枪一个小朋友 手枪和冲锋枪的话 一梭子才死一个 基本上没有扩容弹夹减 所以在平凡的换弹的时候 就会被怪物走 地图里面会刷新两种宝箱 第一种宝箱是意料宝箱 打开之后会掉落急救包 饮料什么的 第二种是枪械宝箱 打开之后会掉落枪械 第一关就只有冲锋枪 第二关第三关 就会出现步枪和机枪 还有就是第三关的Boss 击败Boss会获得三级防具 和空头武器 看到这里 你们脑子里有没有蹦出一个想法 我们队伍四个人 要快速达到第三关 可不可以在其他队伍到达之前 就击杀Boss 然后获得高级物资 不仅如此 还有更酷的玩法 先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模式的地图 一开始四个队伍分别在四个角落 然后朝着中间的位置前进 最终向遇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四个人提前做沟通 快速抵达第三关 然后在第三关埋伏其他队伍 下面给你们看一下实战的玩法 我和三个队友正准备前往第三关 队友正在开门 而我毫无防备的正在给大波罗换弹 然后屁点屁点的准备跑进去 突然冒出一个人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抄我开枪 虽然一枪都没有打中我 但还是把我吓得够巧 但凡他枪法准一丢丢 我就被击倒的 不过不慌 我这个人就是会照顾敌人的感受 一枪没打中我 心里肯定很难受 所以我决定冲进去送 然后我就被击倒了 这就是快速通关的好处 不仅能获得高级物资 还能提前在门口埋伏敌人 虽然这一对敌人最终还是被我反杀了 虽然我全程都在打加油 但是并不妨碍我这个混子 成功进入第三关 唉 有的时候有三个厉害的队友 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闲运都能翻身 看到这里 你们肯定就会问了 墨月 怎么样才能和你一起排到这个厉害的队友啊 啊 呸 这个我也不知道 全是软品 我只能告诉你们如何快速通关 想不想知道 现在快点个赞 点好了没 点好了我要说了 没别的 就是别墨迹 捡到武器就往前冲 子弹药品什么的根本就不劝 前面不要和沿途的怪物纠缠不清 他们是会一直刷新的 打完怪物能走就快点走 叫上队友一起别墨姐 这样就能快速通关了 你们学废了没 好嘞 那亲爱的小伙伴们 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小伙伴们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拜拜